祷告联军 这个时候欢迎你开启你的小铃铛 我们可以在每周日的晚间八点钟 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中 一起来为全球疫情以及灾情来祷告 我们知道过去这个礼拜 全球各地发生了许多的灾变 在一夕之间家破人亡 我们不禁要唏嘘的问 到底这个地球怎么了 自从印度的灾情扩散以及变种的病毒蔓延 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的疫情也不断的扩散 缅甸也都成为严重灾区之一 而缅甸军政府的政变 造成了疫情扩散的雪伤加霜 而这些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的灾情 不仅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震惊以及惶恐 除了这些疫情的蔓延 加州的伤火也是连连 每年加州的伤火都带下非常严重的灾情 当然今年除了加州的伤火之外 其他州的伤火也不断的发生 包括奥利港州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 到底这个地球怎么了 我们人类的文明似乎不能医治 这个地球的溃烂 除了加州的伤火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几处严重的天然灾害 在中国河南的郑州 因为一场大雨造成了崩体 使得整个郑州是陷在水海之中 死伤的损失的不可计数 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 人家水已经很深了 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 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 帮我们抱个顶 我们在沙口路 我们沙口路很近 车厢的灯光忽明忽暗 水已经淹过胸部 快要伸到肩膀 不是 你能 你现在能 你能听不见我说话 你就给我抱歉 八万五六点 有乘客下了班 搭上地铁要回家 没有料到搭上的是一般 死亡猎 在欧洲 最富裕文明的国家 德国 也因为一场不可预期的洪流 冲抓整个莱茵河畔 造成莱茵河畔的损失 并且冲刷了最富裕的城市 使城市在一夜之间 毁于一旦 一夜之间面目全非 逃到沙口 它必须沿着北京 和德国 美国的美国的城市 有任何国家 可以离开 想走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 没有什么样的 这是很可憐 实际上我一直想 我会看到那里 在北京 东西还在北京 东西还在沙口 后悶着几乎的雨 有些屋子 现在不太危险 住在这里 幸好我还有我姐妹 但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的房子可以逃避 所以我们就得离开 明明不是飓风 谁也没想到 一场豪雨竟会在德国比利时 造成上百人死亡及失踪 这场被称为西欧百年来 最惨重的洪灾 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 主位书说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 是一个末世的征兆 在末世我们会听到 打仗以及打仗的风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有饥荒地震 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谨慎 要自首在这个时候要警醒 不要被迷惑了 上帝也透过这些天灾人祸 也允许这些天灾人祸的发生 来对我们发出一个警钟 因为过去人类的文明 包我们带入一个骄傲的地步 在文明当中我们建造自己文明的巴别塔 以至于我们拒绝神 以至于把人类一步一步的带入灭亡的道路 因此我们要一起回转来到神面前 来呼求神 求神怜悯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眷顾人的父上帝 你是耶和华罗伊 满有恩池和怜悯 当各地的灾难逝起的时候 我们知道世人得罪了你 仇敌也透过我们的罪行来控告我们 以致这一切的天灾以及人祸追赶着我们 然而经上说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汉风霉烂 蝗虫马葬会有筹集犯禁 围困诚意 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 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 自觉灾祸胜苦 向这殿举手 无论祈求什么 祷告什么 求你从天上 你的居所垂听赦免 万君的耶和华 你口中所说的话 绝不突然返回 你的话说利就利 说有就有 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因此无论是众人 或是只有在内世的个人 只要向你举手 无论求什么或祷告什么 你必在天上垂听以及赦免 因此我要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 为我们的罪行认罪 为人类的知识聪明认罪 是的 都因人类文明带来的骄傲 我们在世上建立的科技以及医学 这些文明成了今日的巴阿别塔 是的 人类追求的是高举自己的聪明 以及地位 为的是在利益上巩固个人的权势 公义的上帝 我求你向我们施恩 怜悯我们 怜悯各地无辜的百姓 全能的神啊 照你的公义刑罚我们 也照你的恩慈怜悯我们 并止息你的震怒 我们在各地同心的祷告 愿你顾念你所拣选的百姓 减少那日子 好让我们快快的悔改 快快的转向你 耶和华拉法 我们的医治主 求你医治印度 马来西亚 印尼 缅甸 因瘟疫造成了许多的伤亡 并引起国家的内乱 使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 愿主你释放生命和止水 医治各地的疫情 瘟疫 愿你医治的泉源不断的涌流 流至万邦 医治这地 也释放被鲁的 让我们被你的爱来翻转 在人所不能的 在你凡事都能 我们的医治主啊 愿我们的祷告 达到你的面前 愿你俯听我们的祈求 亲爱的阿爸父 各地因突然临到的灾祸 而伤亡无数 为德国的洪水 中国的大米 美国西岸的伤果 求父上帝透过这些灾难 换死我们 求主怜悯 在倒塌的八别塔之后 主啊 愿各地先重建与你的关系 不叫我们不忍不热 不叫我们爱心冷淡 不叫我们自私自利 愿这些恶号 能破碎仇敌的计谋 好叫欧洲的信徒 能再次的被福音来感动 并为福音来兴起 使穆斯林的银垒 快速的崩溃 使佛教以及无神论的背后 权势也随着洪流坍塌 我们的阿爸父 愿你带领各地 遭患难的人 可以走过死因的幽谷 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我们同心的祷告 乃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非常的高兴 你在线上同心的祷告 就如圣经所说的 当我们觉得胜苦的时候 我们众人或是义人 向圣殿举手祷告 向我们的神祷告 祂必垂听 因此留下你的祷告 在留言板上 让我们串联起各地的祷告 呈现在神的面前 求祂纪念 因此别忘了 也开启你的小铃铛 每周日晚间八点 我们同一个时间见